我一个西方的杂志的封闻写 香港已死 Hong Kong is dead 1995年 这是美国财富封面 送上新闻的标题 香港已死 文章断言 香港回归后将成为一团死水 资本纷纷撤离 甚至认为 香港的未来 可以归结为两个字 完蛋 这个是他们的评论 就香港回归了 没前途了 肯定香港会死掉的 然而 相隔12年 财富又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次标题是 香港未死 开头第一句就承认 我错了 现在回归25周年了 在西方人说 香港已死了 没有 我们只会越来越好 回归之初 香港的GDP是1.37万亿港元 2021年 这个数字是2.86万亿港元 1997年 人均GDP为19.2万港元 2021年为38.6万港元 港股市值1997年 为3.2万亿港元 截至2021年底 已超42万亿港元 港交所上市公司 1997年是619家 截至2021年底 为2572家 香港的外汇储备 香港的外汇储备 1997年为928亿美元 到2022年4月 最新公布的数据 是4657亿美元 1997年 香港在全球法治指数中 排名第60位 2021年 排名第19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